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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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架生活中常见的四旋翼无人机 它采用电力驱动 最长续航时间两小时 经常用来进行航空拍摄 记者发现它时 它正在执行航拍任务 您这是在那个拍东西是吗 对对对对 这拍什么呀 拍一个外景 对拍一个外景 用无人机进行空中拍摄 用另外一个视角 体验就是另外一种美 另外一种美 对 从空中体验另一种美 确实通过无人机的视角 我们可以从空中俯瞰这个世界 感受从地面上无法看到的美丽景象 无论是高楼大厦 还是名山大川 都能够通过航拍镜头 全景地展现在我们眼中 哪怕是普通的街道 也能够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 来展现独特的魅力 这就是刚才拍摄的这个画面 对对对 看到如此神奇的无人悬一击 记者也非常感兴趣 也想试试自己来操作一下 由于记者是初学乍链 不能操作太复杂的机型 因此两位飞手将比较简单的机型 推荐给了记者 备手将操作药理交给记者 并且亲自示范了无人悬一击的操作方式 简单的展示过后 记者已经学到了操作方法 记者复不及待地接过遥控器 它能让无人机顺利起飞吗 无人机在空中轻巧灵动地从地面慢慢起飞 像蜻蜓似的悬浮空中 好 那我让它下降一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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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风开始变大了 小小的无人机被风吹往前方 控制方向变得困难 不我要让它往这边转 这边是机头是吧 对 好的 好的 并不能熟练操纵飞机的记者 赶快让无人机降落下来 免得发生依赖 往前对边 往前对边 你的右手往下 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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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 倒影 好 走到底 别动 你的左手拉到底 别动 拉到底 漂亮 多谢 非常非常好 控制的时候真是有点 首先要出汗 稍微动一下 它这个动作就挺大的 对 非常非常大 就是我们当时用几行 里的间距的时候 飞翼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就是说 要玩航摩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增加自己的学习组织 像什么机械工程 这样子拉 还有空气动力 等等 旋翼无人机在航拍和侦查领域 已经应用的十分成熟 它们能够执行多种拍摄和侦查任务 但是它们的载重能力不强 这大大限制了 无人旋翼机的应用范围 难道无人旋翼机只能在目前的领域有所建树吗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他认为无人旋翼机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从国内外来看都是以电的为主 电的其优点是什么呢 重量轻 你看到吗 环保 节能 这是它的优点 然后它的主要工作作用是什么呢 航拍和侦查 如果说把无人机单独定义在 我就想航拍和侦查的话 我感觉就是太狭隘了 应该让我想无人机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载荷平台 它应该有大的载重和长的续航 来做更多的工作 发明人曹冰无人机团队 发明项目游动变罗具四悬翼无人机 曹冰希望研发一款具有强载重能力 能够挂载多种装备执行任务的红中无人机平台 它的这个构想很快就吸引了一群热血青年 组成了一个无人机团队 那时候他就问我能不能做 我说能 他说能咱们就整 我说整就整 跟曹哥见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跟曹哥一块飞飞艇 飞艇飞丢了 我们在后面移动注意 然后就从那以后就跟曹哥就见识了 把这直到曹哥在做这个无人机器的视频 我就非常很喜欢 就是也是一无反顾地就加入这个转备 我主要负责软件这一块 计算机软件这一块 包括这些程序的编制 非控程序 在这一部分 我是控制大脑的 我主要负责后勤保障 还有物质供应 还有负责我们潮总协调一些外部关系 这个无人机团队的构想 很快引起了重视 他们根据自己的构想做出了样机 并且引起了当地科技部门的关注 记者也在辽阳市科技部领导的推荐下 来这里观看他们的第一次试飞 董部长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欢迎欢迎 咱们今天是要来看一下这边有个无人机的项目 是吧 对 这在哪呢 里边 您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无人机的项目 是吧 对 从设计的理念 当时我接受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感觉它很有市场划断的空间 这个无人机跟其他的无人机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意义是动力比较大 然后它的载重量 将来它的使用动力载重量比较大 然后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比较长 续航时间比较长 它的主要对是两大特点 就是这个是吧 对 对 这是曹总 你好 你好 这是咱们动向电视台科教频道 我还发现记者 您好您好您好 姓马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您的这个无人机现在还是挺有名的 所以我们想来关注一下 就是现在做到什么地步了 现在这个是 我们研发的是现在属于是第二代机 二代机了 对 从一代机当时失败了都已经正碎了 正碎了 这是第二代机 第二代机 这今天是非是非吗 我们今天正准备 这是在寒道的 这就是说寒道是多悬疑为你 它这种寒道可以防创 可以冷漏气流 当然我们这种创新设计 也希望这个飞行能给我们争气 研发团队进行了最后的性能调试 一切都已准备就去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架新式无人悬疑机上 可是在大家等待了几分钟后 这件飞机迟迟没能起飞 研发团队成员的表情 也从最初的期待变为了紧张 不安和焦躁 最后飞兽关闭了发动机 新式无人悬疑机的第一次试飞 宣告失败 新式无人悬疑机的第一次试飞 动力输出不通 墨药了 冨药了 输出不通 哪那样 热量不是严 热量 那现在动力上不来 动力上不来 对 发动机动力上不对 它这个 我都调试过了 经过排查 研发团队成员一致认为 问题出现在无人机的发动机上 现在主要是这台发动机造成的问题 应该是对它发动机 因为这台发动机也是 比如说在国内有某个程度 回来我们去突出改进 我们起动了 不甘失败的研发团队 又进行了多次试飞 但无人机依然稳稳地停留在地面上 有当时计算得出来的数据的话 应该是同行 对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统设 它是合影起来的 但是现在相当于是这个动力恐怕 还都没有足够能把无人机带离地面 第一次的实验机型失败了 研发团队马不停蹄地 开始对无人悬疑机进行改进 这一次 他们重点改进了无人机的动力部分 换用小型高出力发动机 分别驱动四个悬疑 这样的设计 让无人机的实际动力 比之前提高了一倍 在新的设计理念指导下 无人悬疑机的第二代样机 研发出来了 你好 这是今天要进行是飞什么 今天对 准备测试一下 这是您的第二代无人机 第二代无人机 第二代无人机 现在这是研发成了新的一款 对对对 跟上次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我们改变了机体结构 我们原来是单发的 由于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我们现在改成四发 四发 对 新式无人悬疑机 做好了是非前的调试 非手准备 开始是非实验了 这一代机器人都做工好 没有上市精子 对 因为它 我当时就想检验它发动的传动系统 这种结果能行不 来 往后去 来 人员才撤出墙外 这个动力还是有微信 来 飞手启动了发动机 渣无人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横空而起 而是在壁面上发生了异常的抖动 当时就想检验它这个发动的传动系统 无人机被剧烈的抖动阵翻 机身和悬翼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对曹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他长时间坚持的设计理念 再突然间分崩离析 而他的团队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从来没有说因为飞机碎 我责怪我的这些兄弟们 我说想成功 你只要拿失败作为电脑石往上走 否则你不可能成功 刚才我们通过片子看到 发明人经过多次的尝试 还是没能成功 那么他的问题究竟出自哪里呢 他呢是把这个原来的单发动机带动四个螺旋桨 给他做了一下改进 是每一台发动机带动一个螺旋桨 你给我们演示演示呗 你想如果说是一台发动机带动四个螺旋桨的话 首先这个发动机它的功率要相当大 对 另外呢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台电动机在转的时候 它要控制四个螺旋桨的转速不同 有点忙不过来了 不是忙不过来 这个控制恐怕要难得多 所以他考虑到就用四台电动机 分别控制各自的螺旋桨 这就很简单 因为我把每台电动机上的电流给它调大了 这台转的就快了 调小了它转的慢了 所以从控制这个角度上呢 更灵活了 更灵活好控制 好操作 对 而且呢你要四台电动机呢 四台电动机的功率呢 可以每一台都不那么大 确实是它这个改进有它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考虑啊 它这个四台电动机都工作的时候啊 它这个四台电动机的结构是一样的 恐怕这时候呢 它们在功率最大的时候都调到功率最大 它可能会发生一种共振现象 那您觉得这个失败是由共振导致的 对如果出现共振的话呢 它会使得这个机器整个震动的都非常严重 这样就会出现机毁 摔下来的这种现象 原来原因是出自于这儿啊 对 所以它四台发动机带着四个螺旋桨 调的不合适的时候发生共振 就会把这个机器给震坏 机器也就摘下来了 哎呦那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发明团队 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不愿向失败妥协的研发团队重整旗鼓 努力打造新的无人权益机 他们认为经过多次研发 他们终于克服了四发动机带来的问题 新式无人权益机的是非实验 准备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来看您的这个无人权益项目了 据说您这个专载机现在研发好了是吧 我听这么早说 前几天我们简单测试一下 应该是没打开打的 嗯 这么早就看 他这个跟之前比电话挺大的 对 你看那个电话怀然一进的 怀然一生了 整个这个我看这机的结构都变了 经过最后的紧张调试 新式无人权益机 马上就要起飞了 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 曹冰和他的研发团队 能迎来成功吗 那咱们就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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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这次这个试飞 到底能不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准备启动 准备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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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无人机终于飞起来了 虽然飞得还不是很平稳 但是他真真正正的离开地面 飞向蓝天了 根据曹冰的指示 无人权益机 开始了飞行动作的展示 飞起来也颇为灵动 最后 随着曹冰一声命架 无人机稳稳地降落回地面上 这次试飞的话还是很满意 咱们这次试飞的话 刚才是我看实行了几个动作 对 自己来启动 前行后退 后前行右前行 后降落 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就是在补兵上 然后就是说这次试飞成功了的话 感觉这个座位好像很淡定 不是很高兴那种状态 因为那前面经历了 就走过了很多的网路 现在就是前几天我们试飞 感觉到就是这个飞行 飞起来 今天试飞不见起来 那种惊喜已经没有了 更多的是一种欣慰 欣慰 就是觉得以来已经是必然了 必然了 对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当你有了一个 真的 有一个回报 有一个回报 当你输入 有几句 但是没有 为了解决共振现象造成的危害 无人机研发团队改造了机体的变速器部分 让无人机发动机的转速和螺旋桨的转速出现频率上的差异 发动机保持双数频率的运转 而螺旋桨每分钟的转速为单数 他们希望这样的改动可以避开无人机的共振点 让飞机在起飞和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 起飞 只是这架新式无人悬疑机的起点 它还肩负着成为空中多用途平孩的远大目标 但是首先 它的载重能力能有多少呢 要知道 载重能力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载重能力不强 它就仅仅是一架大号的无人机而已 研发团队的成员们 用石块装满了编织袋 这一袋石块的重量达到了25千克 这架刚刚完成的无人机 能提起这么沉重的负担吗 我试试这袋 是吗 我能放冰的 是 这袋面 高沉的 试试高沉的 可是能拎起来 是费了相当大的劲了 研发团队的成员们将重物绑在无人机上 对于他们来说 此时也非常紧张 如果无人机无法承受25千克的重量 或者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辛苦努力的结果 就又将不诸东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这一次 无人悬一击没有让他们失望 他成功将25千克的重物 拉了起来 那这个飞行线路什么的 能紧急进外吗 可以 然后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吧 对 我想要让他把那个 就是现在掉起来的动物 放到这个矿能 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矿能 对 可以 无人机将重物拉离地面之后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因为无人机在空中 会受到气流影响 飞行状态 无法保持平稳 重物也会随着风力和无人机的震动 而发生摆动 这给瞄准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难度 您这次飞得有点压线 我也是头一回这么飞 你也是头一回这么飞 是吧 行 反正现在算是大部分在接内 这次先算你急 机子可可以 更好 但是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相当于是50斤 20公斤 对 25公斤 50斤的重物 现在成功了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试验 继续试验 对 一点一点的 我们看看到底能拉多少 你想挑战一下更高的 对 是吗 对 这一次 那下一次再飞的时候 还会紧张吗 应该 不会了 接下来 研发团队 还要提高重物的重量 他们又往编织袋里 添加了更多石块 这次再来看一下新家的这个重物 它的重量是多少 会凉了 发不齐了 来 48.6公斤 相当于97斤 据我们了解 目前中国无人悬疑机的载重记录 为30千克 这一次 他们要挑战约50千克重量 这已经超过了国内无人悬疑机的载重极限 这次的载重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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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喜欢 因为这100斤和那50斤摆档的力度不一样 不一样 是吧 还是挺轻松的 还是挺轻松的 还是挺轻松的话 那这意味着 还敢说挺轻松 我看你的手不错 再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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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 让飞机 我就说看到飞机我们最早的时候拉极限的时候 那飞机能有抖动在 它现在没有出现那种极限的状态 倒拉不起来 就是我这飞机就真正拉不起来了 下一次的话 咱们要加多大的重量 我这加10斤 再加10斤 10斤 加20斤 120 120 120斤 我觉得120应该是它的体现 为什么觉得120给我提现了 这飞机发动机 它每台的最大提升拉力是60斤 60斤是460240斤 然后飞机120 再加上它的驻物120应该就是它的极限 也就是说算是一道细算题 对对对 听说过 就是飞机总的能拉起来的话是240斤 您觉得呢 120能拉起来吗 我没做过这种时间不敢做 没做过 您相信您的飞手吗 我对它是很相信的 我对它是很相信的 但是飞机这东西我们是刚刚先搞出来的 没有做过这种极限 得到今天它怎么说非要拉这120这个极限 明白明白明白 试一下 我这期里是很没点的 对 就是说这是一次挺危险的事 接下来要进行非常困难的测试 无人旋翼机将挑战它的承重极限 这个 好 59.8 就是相当于120斤 对 120斤 稍微给你留了大概一斤多的这个负质量 紧张不紧张 紧张 60千克 这已经是理论上无人机发动机所能承载的最大重量 它能完成这次挑战吗 最终它没有完成这一次挑战 最终它没有完成这一次挑战 我刚才看的时候说有一下使劲往上提了一下 对 提不起来之后 这个电脑系统就制作放弃 然后就散掉 保持它这个不可能给它施加太大 是 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就超过 超过它的极限 是 我觉得我还要拿起来吗 你两手可以 你单手试试 你单手 单手没什么气 我感觉 应该能 抱一个人应该能的 这装的真有点大气 也就一下而已 真的也就一下而已 这太扯了 确实也太扯了 对 不过咱们今天做这个实验 就是相当于它现在保守一点估计的话 现在它是在100斤到120斤之间的这么一个程度 应该就是说100斤 其实咱们刚才那个100斤的实验 就算是打破了一个国内无人机 重重方面的一个纪录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相当于它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因为这100斤的重量 相当于你们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的 对 可以挂来电机设计啊 对 比如说拍那个电影 可以挂大摄像机了 嗯 选了两个小时 那厂门都壮观了 对 沉重实验结束后 研发团队决定 马上对无人悬疑机的实用价值进行探寻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农业方面 附近的庄稼地虫害严重 农民打农药非常辛苦 还容易中毒 因此 曹冰和研发团队 想用无人悬疑机来帮助农民打药 然而 无人机还处于测试阶段 因此他们决定 先到一片高草地上 进行测试 今天咱们这儿是做了一个非常出伤的准备 我看这个飞机跟那天看着又不一样了 那哪 这现在是加上了一个 这次 开药感 就是开药感 就是今天想要做的 就是打药药的 对 对 我要是打药药 打药药的飞机这个 这个满动性和这个培打农面 哦 不是咱们就是说膨打农药 对 对 那就是咱们今天想通过这个喷药实验 就是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首先来讲 实现一个机械化喷药 无人机喷药 它的最大的 节省的时间 节省的药量 对人体的伤害特别小 对农作物的这个药的自作率 也是非常少 为了检验无人机的喷药效果 研发团队使用的 并不是真正的农药 而是一种 有标记作用的液体 但是我看这个管里边 它这个是红色的 这是什么品种的能耗 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个设施 因为它那个药是平平的 把那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今天是为了测试 把它的宽度和浮面 看看它的培打药量的均匀度 所以可以对待这个燃料力 也就是说到最后 咱们就看到就是红色覆盖的面积有多少 然后就算出它的这个幅宽来 对对对 是这么快 无人机团队的成员们 即将对机体进行最后的调试 他们的实验也吸引了当地农民前来观看 您是来看它这个飞机实验吧 对我看这个挺好奇 我没见过这个 您那个平时干嘛的 农民 今天他们做这个实验就跟农民有关 他们是想用这个无人机 来进行一个喷农药的一个实验 然后您觉得它能做到吗 出垃圾后面吐着带着那个我见过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就是您没见过这飞机上上喷岗 这个要如果要上飞机的话 那小伙呢 您觉得就是说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我没见过这个 比较新的东西 好嘞好嘞 那咱们就看看它都有这个实验能做成什么样 好 好的 无人机已经被摆放到了起飞位置 实验即将正式开始 发动机启动了 只见一片飞沙走时 无人机腾空而起 向着绿色的草地上空飞去 根据飞手的指令 无人机在草地上空三米左右的高度开始喷洒药液 它要在这片区域飞出一个长宽均为12米的空间 这片空间内的绿草应该都会被药液覆盖 飞机的噪声引来了更多围观群众 他们都对这架飞机充满了好奇 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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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是看这个学校 看那个感觉它挺新鸡的 挺新鸡 是不是遥控的吗 对 遥控的 遥控的就是为能点服务的 打药的 无人机的效率很高 它很快就将50千克药液 喷洒在绿草覆盖的区域内 回到了出发地点 并安稳地完成了降落 先看一下 这是喷药的这个效果如何 对对对 咱们去看一下 好 咱们去看一下 好的 曹冰和记者来到无人机飞行过的区域 检查喷药覆盖率 接受过采访的那位农民朋友 也跟了上来 虽然从远处看不出绿色的草叶有什么改变 但是如果离近了仔细看 叶片上 都沾上了红色的叶珠 这样的喷药覆盖率 能够让曹冰和农民朋友满意吗 刚才咱们这三方又是转了一圈了 对对 然后就这次喷药的这个覆盖率 您觉得怎么样 达到 还算可以 从这来看是不错的 对对对 您觉得就是说百分比的话 大概它达到多少一个百分比 能达到85%吧 85是吧 对 然后那个 咱们这位农民师傅 那个您刚才 咱们一块就是说看了一下 这个地的喷药的覆盖率 您觉得对您来说 这个喷药的效果怎么样 我看挺满意 还是不错 这个哑巴里头 这个都肯定挺均匀 如果要是用人工打的话 这个喷不到 绝对没有这个效果 您觉得这种人工打 喷不到这 喷不到这效果 另外一个这个银银打 它这个那什么 它不可能喷到 你这机器 你走 它是全误状 全可以打到 这个比较好 测试过无人机 在喷药时的性能 曹斌开始谋划 更远大的目标 它准备了一座高台 打算模拟一场高层火灾 并用自己的无人机 进行灭火实验 为此 它还特意制造了 可供无人机悬挂的 灭火弹发射器 希望用灭火弹 来铺灭火焰 这次试验 也引来了当地消防部门的 浓厚兴趣 工作人员 点燃了火焰 实验 开始了 可供无人워서 准备就去 无人机起飞了 瞄准 发射 第一弹没打中 第二弹也没打中 第三弹也没打中 连续几弹都没中 都打到了地面上 终于第七弹打中了 第八弹也成功击中火点 但是大火借助风势 仍在熊熊燃烧 无人机已经没有弹药了 但研发团队却并不慌张 只见他们接起了水管 准备该用水枪喷射水流来灭火 第一弹可以既然没有用水 火燥灭火 水流来 风流来 火灰火 风流来 火燥火 火燥火 vol出 火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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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已经接通 水枪前段喷射出凶猛的水流 无人机带着水流升空灭火 虽然水流产生了强大的后坐力 给无人机升空时造成了很大麻烦 但由于无人机动力强劲 可以顶住后坐力来调整飞行姿态和方向 水流的到来终于让大火得以平息 无人机在灭火方面的第一次应用实验 也就此落幕 随着危险解除 消防官兵也对无人机的表现 给予了高度评价 除了消防救援 操兵计划中 无人悬疑机的另一种用途 就是水上救援 如果有人员被困在孤岛上 而水流又非常湍急 无人机救援 就会成为最安全可靠的救援方式 操兵的无人悬疑机能否在这方面发挥功效呢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他带着自己的无人机和研发团队来到河边 我们想通过这种无人机 在测试过程当中 就是说那水面上有救援 或者有桑原的情况下 我的无人机飞过去 把这个桑原直接救过来 由于无人机还在研发阶段 真人实验过于危险 因此此次实验 采用假人来进行模拟 慢住啊 慢慢的慢慢的 好 起 起 再起 好了 45.7 救援的位置是离河岸300米处的一座核心岛上 假人安放完成后 无人机起飞升空了 对于操兵和研发团队来说 这次考验并不简单 因为河上的风很大 对飞行的稳定性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河面上的风特别不稳定 应该有撤向风和那边乱流 这是飞机的一种考验 对 就是说这个河面对上来说是有没有影响的 对 河面那放空的风 对 对 冲放的地方 无人机在飞手的操控下开始飞越河面 很快就来到了核心岛的上空 飞手将缆绳抛下 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马上将绳扣系在假人身上的救援背心上 无人机 带着这四十五千克重的假人 腾空而起 尽管吊上了重物 无人悬疑机的飞行状态 依旧十分平稳 无人机飞越宽广的河面 向岸边飞来 看到实验进行的一切顺利 曹冰和研发团队也尝出了一口气 这次水上救援行动圆满成功了 曹冰看到这一切 也尝输了一口气 这次水上救援行动圆满 虽然无人悬疑机还没有完善到能够载人的地步 但曹冰和研发团队已经在考虑进行真人实验了 他们认为如果有落水者需要得到救援 无人机可以飞往救援位置投放救生圈 然后将落水者拉回岸边 这一天 他们来到了辽阳市山区水库进行实验 研发人员首先测试了救生圈的投掷效果 游阳市山区水库进行实验 实验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那么本次实验的体验者 此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您怎么样现在心情感觉 没事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很有信心 有没有点紧张 不紧张 会啊 您以前体验过吗 就是这样的这种行动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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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配合上边 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实在有一定的危险效果 是 您觉得就是说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实验工作准备完成 体验者也进入水中 他很快就游到了距离岸边300米的深水区 等待无人悬疑机的救援 那么这次 他能成功地实现真人救援吗 研发团队操作着无人机 开始了救援 他载着救生圈向落水者的方向靠近 飞手此时也非常紧张 而因为这种紧张 导致了一个操作上的失误 原来偷射救生圈的飞手 在无人机到达落水者上空之前 就将救生圈放下 此时 救生圈离落水者 还有十几米远的距离 于是 他们果断调整无人机的飞行方向 让无人机拖拽着救生圈 向落水者靠近 终于让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 无人机拖着落水者急速前进 很快带着落水者回到了岸边 Cohen 道理 来 排放下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刚才 马力很足 这一直是在 通过您走的时候 你感觉速度有点快是吗 速度特别快 还是马力很足 很强劲这马力 抓住九龙圈 然后再往岸边走的时候 就基本没费力 对 一点力 相当于就顺着它在飘 对 这次实验你感觉怎么样 这次实验还是比较成功 还是比较成功 这就是什么 在特殊情况下 人员溺水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无人机 迅速起飞 到逆水者这个位置 把这个游泳圈抛回去 如果这个人在有意识情况下 他会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游泳圈 我们通过这个水面脱臼 给它拖过来 这样的话 既保证这个人员的安全了 又保证说这个无人机 可以就是说 在平稳的状态下 把这个逆水者救援上岸 曹冰的新式无人悬疑机 经历了多重考验 证明了它在各个领域的 发展潜力 虽然还有很多性能需要完善 但这个团队有一种不怕困难的闯劲 与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有了这种精神 他们的发明和他们的梦想 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游动 变距 四旋翼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在无人机领域 对于未来 我们在消防 在职保 在救援 这样一些领域 它是会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那么它在自如研发的过程当中 也申请了三项专利 填补了我们在游动 变距无人机这个领域的 一个空白 它目前做的无人机 在操控性 承载能力 稳定性 还有续航能力方面 都是非常的领先 所以我们希望它无人机 在自己在进一步改进的过程当中 还要注意飞控软件的改进 稳定性 另外它的材料方面 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你毕竟本身的自重 也会影响到它的实际的效果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继续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栏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莫华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你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面锦一烤切花难 旋转飞刀把活干 以他拥有滚动刀片的机器 是如何代替面锦切花工人 去完成辛苦的烤面锦切花工作呢 而跟人数众多的 面锦切花师傅相比 他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面锦雕塑师